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 昨日就同大家講過是有這些騙徒 就用了這些貪小便宜的心理 就扮這些裝修公司,就報到很低的價格 就去上門幫人做維修的 今天施警就徵破了兩宗有關聯的勒索犯罪和相當巨額詐騙罪 有五名本地及內地男女就疑似假扮處理樓宇滲流的專家 其中三名男女涉及兩宗案件 他們在網上登廣告就找客 就聲稱可以用一個低廉的價格去處理樓宇滲流的問題 而且就用很短的時間就說可以完成工程 工程開始後就大幅調升價錢 現在市主更加是被人納索的 但是他施工期間都只不過是裝模作樣的 而所用的防滲漏材料防水漿也是不可以防滲漏 施警經過調查就在6號那天帶走這五名涉案男女 兩宗案被捕的五個人就包括四男一女 其中除了這個女人是本地人之外 其餘四個人都是內地人分別姓劉 四十三歲毛孽已經是與其居留兩個禮拜 還有一個姓孫的毛孽42歲 而另一名姓孫的女子就五十四歲家庭主婦 那姓孫這兩個人是姐弟關係來的 其餘兩個人分別就姓 姓37歲貨車司機同姓剛的三十歲裝修工人 那上述的五名疑犯在一單案裏被司警落案 去告他犯罪集團同相當巨額詐騙 那頭三個人就涉及另一單勒索案 再被司警落案告他勒索罪 那兩單案亦都在昨天移到檢察院徵辦 那今次警方都真是幾快手呀 那快一速度就可以捉到這些騙子呀 其實如果被人上了門搞一大輪裝修又防不到水 然後最後被人勒索要付錢的話 個心都真是相當不舒服的 然後你攀他走又攀不到 那結果如果你報警的話原來他是黑工 那跟著按程序上來說 你又變成是請黑工到時等人查 就是相當麻煩的一件事來的 而且最拿命的一點就是講緊 是給完錢都還有漏水呀 那這件事才恐怖呀 那現在經濟差啦 其實愈來愈多這樣的詐騙出現呀 那現在還有澳門人涉及其中的 那到底哪一個才是主腦呢 那就要等司警方面再公佈最新的案情啦 好啦那我們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下面留個字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